送礼物赶紧站起来 我必须得记录这一颗 甜甜铁公鸡拔毛了 送我个橙色盒子 必须重点感觉是细有皮呢 那必须的 我能现在拆吗 当然能 因为是这样的 王公子 这次怎么招待我来三亚吗 咱得懂事 就约出血了 我感觉没好事了 我感觉肯定别人送他的 转送呢 就是你不习惯的 绝对是我 什么3540的 幸福购买的 猜一下 肯定是3540 他觉得大玩给我的 现场开箱 好大的味道 是吗 这鞋呀 你确定这个 是这个牌子的 好爱吗 这是你跟你 好皮肤配到的吗 这是去黑龙江穿的吗 不适合三亚吧 但太味了 我试一下 我感受一下 我没穿过 让我在三亚穿这个 这肯定是我的好 好可爱呀 我的妈呀 但太味了 不行 我得喷点香水 太味了 啥玩意儿 多事吧 这什么 咸腿戏啊 超级咸腿戏 我喝一边给你吧 给你吧 你还是喝黑棕膏的里边 全是个味儿 我要喷点香水 太味儿了 这个香水巨好闻 我家不是有一面香水墙吗 配香做烈焰香水 是最贝的 它最大特点 你知道什么吗 就是它能放大你身上的体香 像你香水味不想太重的时候 你就喷它就可以了 我试试 我试试 就是每个人的味道都不一样 千真千香 你怕我身上的味道 什么 是那种木质香 再问问你的 最好 不要喷到这香水 一下就会发掉了 太老头了 哎 有那种烟草 那种奶奶的香味 好好玩 烟草和奶奶 什么味道 特别好玩 特别好玩 每个人都不一样 不要再喷这 我教大家怎么喷一下 太老头了 一会就会发掉 太热了 你要喷到口袋里边 你这样跟别人 你见面握手的时候 你就伸进去 持久留下好好闻 那指缝 喷到指缝 这个更持久 或喷到耳头这 或是头发后边 你脖子头发可好闻了 或干嘛呢 喷到那个枕头上 一晚上你这样全体下可好闻 太新鸡了 像是他们家的 我每次出差 是必带他家香薰的 他家其实会 不是那种浓浓的香味 是那种 淡淡很干净的味道 行动不出来 就很舒服的味道 所有出差必带的 感谢观看